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影响到原有的停车权益 立委林佩祥相当关心 亲自到场会看协调 对吗 现在停车 转发问去变变车 插到大家都没睡觉 我们都没爱了 当然没有什么事 一年叫我们跳我们百几万 一库人 我们停车停车而已 你就说有多少政府的政策 现在没在回馈地方 不管是公民营的 希望用回馈的心理 敦金木林 用敦金木林 因为老实说 他们平常在作业的时候 都伤及到这边无辜的百姓的安宁 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去设计项目的 不一定说一定是回馈 你用敦金木林 因为平常打扰各位 那我现在释放我的土地 给予大家方便 比如说停车啊 或者是做一些休闲运动的 那现在迫切需要的就是 我们的停车位 对 我们的腹地 平地真的很少 那有平地的地方 大部分不是港务局 就是机关用地 那先动里这边 河里长也在反映 这长久以来 我们这个地方 是属于一个停车场免费 也等于说长期港务局跟民众的一个互动 也等于说是敦进的一个行为 那不知道最近港务局就一直把他们的地 一直在征收回去 那民众带来很多困扰 刹那间真的大家车子不知道往哪边停 所以说我觉得港务局应该 跟我们基隆市的市民 应该是关系是应该要良好 良好才对 从111年 那个审计部开始检讨之后 然后针对这个案子 那旅民就很担心 他们无法再使用这边的停车空间 所以沛翔特地在今天 尽快来办理 来会合我们的 我们的国美秀义 做宋伟立前议长 还有我们的航港局 港务公司 跟我们的区公所 一起办理会刊 那会刊的结论就是让 港务公司在西云敦青木林的前提之下 还合法的去做这方面的使用 一方面满足居民的需求 让居民能够更好 能够持续使用这边的停车空间 另一方面也让港务公司活化这边的土地 让这边土地更有价值 招标出去之前是无常使用 但招标出去之后 港务公司也释出相当大的善意 是愿意让这个 一起敦青木林的前提之下 尽量让我们的民众可以尽量减少花费 让在地的民众已经习惯在这边停车的民众 一方面可以继续在这边使用停车空间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在这边有港务公司 跟未来招商成功的厂商 来享有来去做这个各方面公社上面的铺设 像说把地铺平 让整个车道更安全之类的 我想这是一个目前看起来双赢的方向 针对这一点来讲 佩祥认为说不管你土地要怎么活化 不管未来要做什么样的使用 敦青木林 让当地的民众不反对 而且可以享受到现有的资源 这目前这是很重要的一块 那未来尤其在基隆市 基隆市的土地是非常稀少的 所以每一个土地的利用都要非常的谨慎 那未来不管是港务公司 还是其他单位包括国防部 包括林务局 包括国有财产局 佩祥都会逐一去拜访 而且逐一去协调有关基隆市 各方面的问题 务必让我们基隆市市民保有最大的权益 由于当地居民长期承受港区作业的噪音和污染 立委林佩祥表示 感谢港务公司能秉持敦青木林的前提 在活化土地招标前 持续免费提供给李明停车使用 招标后也将提供优惠方案 以确保李明的最大利益 他认为这是一个双赢的结论 未来也将持续监督进度 为中山区的居民争取最大的福利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今年过年连放七天 交通部公路总局特别宣导 基隆北海岸东北角一带的交通疏导措施 鼓励民众返乡或旅客 请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开车则尽量行驶替代路线 今年春节廉假有七天 许多民众出游返乡 预计基隆地区一塞车路段 会出现在台二线基金二路一带 公路局将加强疏导 基隆地区在台二线 60公里的一个基金二路的路段 是比较容易出现拥舍的一个状况 那这部分在春节输运期间 那我们会透过紧易交 以及耗制的一个调控 来进行那个相关的一个疏导 那另外呢 我们会建置那个替代道路的一个排面 那那个拥路人呢 可以借由这个替代道路 那直接到达我们的台六十二线 那借由台六十二线 来通过我们的一个基隆的 一个易拥塞的一个路段 可以到达我们的一个北海岸 或者东北角的一个风景区 而为了鼓励民众多加利用 大众运输工具返乡或出游 公路局也协调多家业者 实施八十八条国道客运路线 想平日票价或原票价八五折优惠 那在整个的新春的一个连续假期 我们也希望能够民众能够多多的利用 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 那我们大概公路局也带提供一些 相关的优惠 包含就是说如果说在整个全国 有八十八条的国道客运 那我们在春节的时候会享有大概平常的优惠 或是打八五折的一个优惠 那另外就是说如果说搭乘台铁或是高铁 那转成我们的四系客运 那使用电子票证的部分 那也可以享有一段票 或是基本里程的一个免费 那另外在东部地区的旅游 那我们也提供一些优惠 包含就是说如果说在搭乘我们的国道客运 到我们的东部旅游 那在当地租车也享有一些租车的优惠 那另外如果说你有持有租车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票证 那也可以在就回程的时候可以抵用 大概到如果说是你租用汽车 大概可以折抵两百块 那租用汽车大概可以折抵一百块 那另外在我们的基隆地区 那我们不管是在我们的整个国道客运 大概有16条路线 那因为我们基隆地区 大概北北基的生活圈 它会再从基隆到我们台北来 不管是到西部 或是到我们的东部的一些相关地区 那转折的话 我想希望大家都利用 公路局也欢迎民众多利用 iBus公路客运APP 查询公路客运 及部分县市的公车路线资讯 透过各项书运措施 让春节的交通更顺畅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高维城 基隆报导 在电台看 基隆爱四路摊贩委员会 特别向市政府申请16天 全天不收摊 希望能够拼买器与过年财 还没有想到农历春节要去哪玩 今年爱四路摊贩管理委员会 向市政府申请 连续16天不打烊 好天气就生意都蛮不错的 下雨就会有差 爱四路夜市从2月3号到2月18号 开放给全台湾的民众来这边观光 走春 希望大家可以来这边旅游 为了抢过年财 基隆爱四路夜市从2月3号开始 一直到2月18日总计16天 有176摊将会全天候饮业 以前都是要3点半才可以出来 过年期间呢 过年期间可以开放24小时不用收摊 你们自己上 我们都大概12点多一点出来 我们大概中午就过来了 过什么中午这么早 因为我要二楼给客人有午餐的选择 等于说多了一个午餐啊 对对对对 以前就是做晚餐而已 就可能就是大家过年回家的时候 就可能想说晚上无聊然后分家一起来啊 可以来有地方走就对了 对啊就不会说就是一直待在家里啊 没地方去 因为白天都放假啊 想说白天也可以过来逛一逛 平常是什么时候来逛啊 大部分都是晚上比较多 过年从12点开始 会啊 很好 还不错 还不错 每到过年期间 基隆爱四路庙口都会涌入大批人潮 商家也准备好更多的货品和食材 希望能够发大财 这费料有没有费多一点啊 有 过年大概是平常的几倍 三四倍吧 三四倍喔 由于因为过年前呢 我们基隆比较常下 所以过年前我们有些谈判会稍微休息一下 例如像今天有点飘雨 他们就会趁机休息一下 那是初一到初五 我们是几乎每一滩中午就会出来营业 然后到大概清晨打烊这样 人潮多也引来了扒手 司机下手根据往年统计 过年期间来夜市庙口逛街 都会有民众钱财遭窃损失 官员会提醒民众 随身包包一定要顾好 民众都会说 就是会到我们官员会问说 他钱包不见了是不是可以请我们帮他找啊 或什么 常常派出所也会接到通知这样 去年大概都有一二十起这么多 所以希望大家来逛街的时候 好好的保护自己的钱 这样才能开心的来逛街 金融庙口本来就是最夯的景点之一 现在旁边爱斯陆夜市将近有四百公尺 有吃还有得玩 又可以逛 让过年期间来金融逛街吃饭 绝对超级好玩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导 今年是农年 过年期间来到金融港 可以看到九天应融 现身金融国门广场 海洋广场 产发处与科技公司合作 透过AR技术 祝福民众有整年的好运 九天应融现身在海洋广场 盘旋的英姿 让游客拿起手机猛拍照 早就有看到应融 然后他的画面很披震 然后很色彩鲜艳 应融在古代神话中 扮演重要角色 能够声云自语 带来兴旺 还能够消灾去兵 金融市政府产发处 和科技公司合作 运用AR技术 让游客能够近距离欣赏 应融威风凛凛的动作 也能与应融一同合影 让民众生力其境 这龙呢其实他是九龙至尊的 最最大的最最原始的一条龙 他是应融 然后他比较特别是他有个翅膀 他自己有个翅膀在上面 对然后希望说来这边 然后扫我们的这个QR Code 然后扫完QR Code 然后有下载他的这个 他的一个APP之后 然后其实他是用虚拟的方式 就会出现在你的这个头上 或者是他的周遭 然后希望龙的出现 可以为大家带来好运 然后也可以为大家来祈福 除了邀请民众体验 九天应融飞天的景象 市场府从7日到14日 每天上午11点在海洋广场 送出限量300个开运应融红包 让参与的民众 能够带着祝福和好运回家 这次还配合我们活动 然后我们有发这红包带 那红包带上面就是 刚刚大家在AR的那个镜头 里面看到的这个应融 那它是有个翅膀在后面 然后主要用我们的基隆 为基底为两个字 两行字哦 那风生水起复国基 龙腾九天开四龙 过年期间 还没有想好到哪玩 来金融庙逛完 不妨来港区体验九天应融 祈福好运 记者 金融市议员张浩瀚 每年都会举办寒冬送暖的活动 今年在各届爱心人士的赞助下 募到了100份民生物资 议长同志委也来发送红包 希望大家一起来关心弱势家庭 好 来 来 学长 谢谢 谢谢 后面那边还有 春天可以扔 扔不扔 我想要扔的 亲自将一代又一代的民生物资 分送给关怀户 市议员张浩瀚上任之后 连续六年举办寒冬送暖 希望帮助弱势家庭 过个好年 这次袋子里面有准备一个平安的发财米 那希望在过年新的一年 祝大家都非常的一个平安喜乐 还有一些我们素食上的罐头 然后泡面 然后还有我们的饮料跟油 就希望说大家简单的物资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 能够过好年 大家的平安健康 对于那个社区 有的那个 多是团体 虽然没有什么很大的用处 不过人家的心里感恩在心里 在爱新人士的赞助下 市议员张浩瀚 准备了100份物资 分送给三沙湾 中船正沙 入船里 弱石家庭 现场还举办议检活动 让里民们相当感动 对有 他有清爽 可过年 对 这又厉害 简直又好看 没有没有 难得有这样的部分 对啊 还蛮有爱心的 今天参加这个外团 我感觉 很有意义 表示说我们这个社会 大家充满着爱心 尤其浩瀚议员 跟这个 三里的里顶 跟这些 佛光辉儀 这些志工 大家来 集体创作 出这个外团 圆满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努力 今天还有特别感谢 我们佛光山 中正一分会的一个师兄们 那来提供我们的一个 益检的一个活动 那也是希望说 把寒冬送暖的物资的发放 跟益检能够做一个结合 那让大家能够用一个新的面容 那来迎接我们新的艺人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也到场分送一元红包 希望大家在过年前 可以一起关心 边缘户 和弱势家庭 今天谢谢这个 帐号案议员 特别举办这个 我们这个 中正区区相关的这个礼民 来发红包这个活动 那我们这个福袋 很很特别 我们为了增加环保的概念 也特别拿到这个 清安工 来这个过火 然后请道长来加持 那就是希望大家在 红包领完之后 他因为他有经过一些特别的设计 那希望大家可以放在我们的房间 或是客厅的小角落 那不要丢掉 那又利用这个机会 也来祝福我们所有金融市的市民 这个龙银德瑞 新年吉祥 龙年行大运 我想我们市政府都有列管 相关全市的一个中低收入户的名册 但是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们社会有很多边缘户 然后就是被需要 需要被帮助的人 然后需要大家社会大众一起来资源 所谓的边缘户呢 就是大家知道低收入户 他有一定的门槛跟条件 那政府审核 就是造一个标准的机制 那确实还是有一批人 有一大群人是需要被帮助的人 那他并没有列在低收入户的名称 因为条件不符合的关系 那所以我想也非常感谢 我们所有社会大众来支持 支援我们需要被帮助的人 一袋物资 一个小红包 对于这些关怀户来说 也许只是小小帮助 但有社会各界持续关怀 也让这些家庭不孤单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 新年快乐 共亿发财 保费 隆重来 最初到新年 地人佛国盛宫廟 欢迎大家新春点点几乎 我们廟提供 这次无闻无债口 丁丁博物 欢迎大家新年来地人 让你平安在我们龙中来 主要是一代公司 不 只要加一个一份来下礼拜 可不可以帮我们家打扫一下 一下下就好 这样不好吧 起床哦 雇主批用外籍移工 需向政府申请核准 非法留用他人的外籍移工 将处于15至75万罚还 我什么都没说哦 拼雇外籍配偶工作前 应核对外籍配偶外侨居留证 及一清户籍资料证本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结合珊瑚富裕及科技自动化专长的 温室珊瑚保总中心开幕启用楼 这座珊瑚保总中心营运的电力100%是绿能再生电 是亚洲第一座零碳珊瑚保总中心 预计将三年富裕万珠珊瑚为目标 朝进珊瑚保总中心正式落成 结合珊瑚富裕及科技自动化专长 为珊瑚量身打造适合生长且节能的温室 珊瑚保总中心开幕启用楼 这座珊瑚保总中心营运的电力100%是绿能再生电 是亚洲第一座零碳珊瑚保总中心 预计将以三年富裕万珠珊瑚为目标 这个朝进公园前面就是一个1.1公里的一个保护区 一个保护区 在一个保护区下面那去试验这样的一个不同种类的珊瑚 这样的温度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那是什么样的种类它可以一直持续的延续 如果有一些是生命是比较可能 没有办法这样抗拒这种多元的环境 那我们又应该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技术 让它能够继续能够延续它的生命 海科馆携手台达电子文教基金会 打造零碳珊瑚保总中心 确保基因的多样性 让台湾珊瑚在面对更加频繁的海洋热浪时 展现较佳的耐热韧性 两个机构努力的把它做好 我想我们以后会尽我们所有的力量 要把它做起来 目前海科馆内保有40种珊瑚 约1400个群体 并尝试野外移植680个珊瑚群体 未来预计将持续收集不同种类的珊瑚 进行保种与研究适合的人工养殖条件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人员区赵连国宅的居民反映 开车出门转上桥时非常容易违规 压到双黄线遭到正义魔人检举 罚单一直来耶 希望市政府能够想办法 议长童子伟特别到现场会刊解决问题 画面上是赵连国宅居民每天出门时的状况 从社区开车出来转弯上桥的时候 因为回转空间不足很容易压到双黄线 就会遭到正义魔人的拍照检举 就是因为我们住户车子从这个地下道出来 出来我们要右转上市区 市区一定要右转 那右转的话轮子一定会压到双黄线 那双黄线的话就有民众会检举说你压到双黄线 这样就要罚钱了 就违规 事实上这个这样子就造成居民不变嘛 不管从这里出去或是从地下 是出来右转一定会压到双黄线的 对对对对 那是常收到罚单吗 就是住户都有没有常收到啦 可是可能两三个月收到一张 住户就觉得很无辜啊 因为这里本来就是可以右转的 只是你右转刚好后轮就会压到啊 其中一个轮子压到的话就是违规了 那个民众就在那边有行车记录 刚好在后面照到就算违规 针对居民反映 基隆市议长佟 特别邀请市府交通处 跟交通队等单位到场会刊讨论 希望规划出一个安全又不容易 发生违规状况的解决方法 那成功路桥是仁爱区通往安乐区 或安乐区通往仁爱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干道 那在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路桥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路桥这几十年来其实车祸频繁 那刚刚我们住户的主委也特别反映说 他们这个转弯车被检举的问题 那我想交通设施的改善是我们市议会监督市府 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 让居民有一个非常安全 然后又可以不要随便被检举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在这个标志标线上面 会请交通处稍微研议办理 看看怎么样可以改善这种任意被检举的问题 那桥上呢因为长年长期的发生车祸 那我们台湾或是基隆的这个行车习惯不好 因为在国外大家都会知道说转弯车一定要里浪执行车 那我们现在在交通我们的设置上办法是这样子 问题是我们的习惯不好 所以我们就希望交通处可以再来做一些办法来改善 所以今天特别争取了大概会坐在桥上跟几侧 做三座的一个太阳能的一个这个警示标志 来通知这个车主 大家不管是骑车还是开车都可以放慢速度一点 然后这个转弯车一定要里浪执行车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措施 可以减少这边的交通这个事故的问题 那我们几个道路设计 因为这边刚好你看这样车流量 我们现在这个不是尖峰时刻车就蛮多的 更何况这边旁边还有学校 然后也有国宅 那成功市场也在那边 然后下去又是人爱市场 所以在尤其在过年期间 会特别的这个交通特别的繁忙 所以我们希望赶快来改善 那也希望接下来可以再试 试用一段时间之后来 我们再来检讨 我们人爱区的整个交通动线的问题 希望除了塞车问题的话 也可以大幅的降低交通事故 基隆市区的道路因为地形的关系非常的复杂 类似的状况可能需要透过政府单位的智慧 跟居民行车安全观念的落实 配合减速慢行 让行车更安全 记者黄志生陈淑平 基隆报道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接待来自日本公古岛姐妹市等冲绳离岛振兴会访问团 现场气氛温馨热闹 画面上是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接待包括姐妹市公古岛在内的冲绳离岛振兴会访问团的现场 副市长邱佩玲相当感念 去年到日本参访所受到的欢迎 尤其途中还遇到来自基隆的侨胞赶来会面 温暖的回忆让她很感动 非常高兴可以来台湾 我们上一次去也受到公古岛非常热情的招待 更感动的是当时我们还看到了一个基隆的市民 七岁就到了琉球 然后特地从琉球的地方跑来找我们 我们很感动 原来双方的交流是从很早以前就有互动 那我们知道这一回我们很希望公古岛有飞机的直航 跟石原岛希望有船的 还船的互相的互动 那与那星岛我们讲了 将来有更多的企业可以在那边投资 所以我想双方的交流借由在基隆 有可能打下更好的基础 本市兵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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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刚才台湾的新疆集团吴总长下午三点钟就在我办公室等 等云娜伯丁的厅长过来 他说上一次去年 他跟着我们立法院的游院长去过他那边 然后很希望在医疗甚至饭店投资方面 双方可以有更强的合作 那今天我相信是很好的开始 等于是我们台湾最大的集团 马上就过来 知道你们要来 就亲自从台北过来 看云娜伯丁的厅长 那相信交流从那边开始 我们跟十元跟公库岛的互动也会持续着 很感激 再一次谢谢你们到台湾 特别到基隆 希望基隆可以帮助你们很多 也希望双方的友谊更顺畅更好 台湾跟日本里岛联盟有着非常相近的地理人文环境 跟绝佳的海洋区位 对于两地交流有更好的成效 期待透过台日人民真诚的互动与提升 让基隆跟冲绳里岛振兴会访问团 在国际上持续的发展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农年行大运 新年快乐 我们再会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五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八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轻 冷气设定二六至二八度 晚转时间 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 节电不停歇 节电 从我改变 星期一 多多运动走楼梯 星期二 随手关灯要贯彻 星期三 衣物日晒自然杆 星期四 定期保养勤擦拭 星期五 冰箱秒数认真数 星期六 节电擦坐要使用 星期日 节电天天是好日